我叫王家强,打装刚毕业回到家乡,家里就传来了噩耗,我二叔家的堂哥出了车祸,不幸去世。 堂哥已经结婚了,不过并没有孩子,只留下一个漂亮的堂嫂,成了年轻的寡妇。 二叔家里人都劝堂嫂改嫁,但是堂嫂不肯,说她还忘不了堂哥,要替堂哥照顾好二叔二婶。 不过她一个人在城里经营一家两元店,而且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寡妇,难免会被人说三道四。 于是二叔就找到了我,说在城里给我安排个工作,顺便让我帮着照顾堂嫂一下。 我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的,但是经不住二叔的软磨硬泡,最后就答应了下来。 我拖着行李箱进了城,找到堂嫂家里时,已经是大半夜,我先打了个电话,堂嫂才出来给我开了门。 堂嫂正在洗漱,她酒红色的长发很随意地披在肩后,露出精致漂亮的容颜,穿着一套很宽松的睡衣,露在外面的皮肤非常白皙,加上她的个子很高,有一种电视剧里的都市女性的感觉。 尤其是她的身材,是那种标准的S型,充满了女人味,松垮的睡衣也遮不住那种感觉,让人看了,就有一种致命的冲动。 她把我让进屋里,笑着说道,墙子来了,不错,出去念了几年书,看起来结实多了。 我把行李箱放下,说,是二叔让我来的,说这边给我找好了工作。 工作的是在说,你先留在店里给嫂子帮忙吧。 唐嫂把我带到一个刚刚收拾好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简单的床头柜,这里之前,是你唐哥的书房,现在空出来了。 提到唐哥,她的语气有点哀伤,我的心情也有些低落起来。 唐嫂把我安顿好,然后就回房去休息了。 我也正打算睡觉呢,这个时候,二叔的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一接听,二叔就说,强子,你到你嫂子那了吧。 好好睡一觉,明天去上班。 我自然满口答应,说道,我知道了二叔,我在这边会替你们照顾好嫂子的。 嗯,强子,其实二叔还想交代给你个事。 二叔的语气有点迟疑,可最后还是说,你注意着点,看看你嫂子有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 我有点猛了,问,啥意思? 二叔塌了口气,说,你可活着的时候,就怀疑你嫂子在外面投汉子,你可没了,她要改嫁,那咱们老王家无话可说,可要是她之前就给你搁戴了绿帽子,这是咱们就得说到说到了。 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跟二叔保证,自己会好好调查清楚,然后就挂了电话。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唐嫂已经起床了,正在浴室里洗澡。 听着浴室里稀里哗啦的水声,隔着水纹玻璃,还能看到唐嫂玲珑的曲线。 我看得正起劲,就听见唐嫂在里面说,强仔起床了吧,早饭我放在客厅了,一会我就带你去上班。 啊,我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脑海里浮现唐哥的面容,我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嘴巴,警告自己不许胡思乱想。 吃过了早饭,唐嫂就到我去了两元店熟悉环境,我简单地熟悉了一下业务,基本上也就可以单独负责营业了。 嫂子见我有些熟练了,就把两元店托付给了我,这里有卧室也有厨房,吃饭睡觉的问题都能解决。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晚上打算睡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忘带睡衣了,就一路小跑,回唐嫂家去拿。 刚一到门口,我就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因为我发现门口摆放着一双男人的皮鞋。 这个发现让我有点不淡定了,难道真像二叔说的那样, 唐嫂早就给唐哥戴了绿帽子,在家里偷汉子。 我四处看了看,发现在门上正好有一块通风的玻璃口,于是我捏手捏脚的把鞋柜搬了过来,打算踩着鞋柜往里面偷看。 可是我没想到这鞋柜这么脆弱,我一只脚刚踩上去,就发出咔嚓一声。 我整个都滚了下来,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房门给撞开了。 我被摔得不轻,大腿都卡伤了,刚要爬起来,眼前就出现了一双大白腿,正是唐嫂从卧室里跑了出来。 强仔,你怎么回来了?这是要干嘛呀?唐嫂身上只穿着睡衣,而且还是那种特别薄的那种,所以能看见粉红色的内衣,还有黑色的三角裤头。 她的一头绣发随意地披在肩后,费解地看着我,我觉得很尴尬,想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好的借口。 嫂子,我看见门口有双皮鞋,谁的?我想了想,没敢直接问。 唐嫂一愣,眼神突然有些慌乱,不过她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还露出一丝冷笑,怎么? 你怀疑我在家偷男人,是你二叔让你看着我的吧? 不是不是,我赶紧摆手,解释说,我看见有双鞋,大碗上的我怕有危险,所以就问问。 这别搅的谎言,唐嫂自然不会相信。 她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拉着我走到她卧室的门口,推开门,冷笑着说。 你自己看吧,我有没有藏什么也难认。 她的卧室里有点乱,窗子是开着的,一阵风吹过,还能闻到古怪的气味。 我四处看了看,没有发现能藏人的地方,这才松了口气,同时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唐嫂了。 唐嫂看着我,温和地说,那鞋是你搁的,还没有穿过呢? 看你的鞋都旧了,所以才翻出来打算给你穿的。 唐嫂这么一说,我觉得更加无地自容了。 可就在我心血来潮,准备对唐嫂坦白道歉的时候, 我却发现在她卧室的直楼旁边,扔着一条黑色的男士内裤, 还有两团被揉得皱巴巴的卫生纸。 哎呦,你看这还让你看见了,怪不好意思的。 唐嫂的神情有些紧张,雪白的翘脸也泛起了两朵红云, 快步走过去,把内裤和卫生纸都扔进了直楼, 娇羞地说,这也是你搁的,我留下了。 你,留我搁的内裤。 我下意识地插了句嘴,说完我就后悔了。 唐嫂的脸色变得更红了,低着头,显得非常不好意思。 低声说,对,强仔,你也长大了,嫂子不瞒你。 我,我也有想的时候你搁的贴身衣物,就是我幻想的对象。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话了。 虽然唐嫂的话里还有漏洞, 比如门口的皮鞋跟唐哥的尺码不同, 还有就是开着的窗户,还有乱蓬蓬的双人床。 他一个人再怎么折腾,能把床搞得这么乱吗? 不过这一刻,我也顾不上去想那么多了, 我的潜意识里是愿意相信唐嫂的, 相信她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女人。 哎呀,唐嫂看着我腿上还流着血,也吓了一跳, 有点紧张地说,怎么这么不小心,还伤着了。 她不提醒还好,经过这么一提醒, 我马上也感觉到大腿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走路被裤子磨蹭着,就更严重了。 撕,我走了两步,疼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唐嫂马上拉着我回到客厅,把门关好, 她翻出了医药箱。 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喜欢听故事的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看着我认真的说,快点把裤子脱了, 我给你上点药,不然明天你都没法上班。 啊,不用了不用了, 我连忙白手拒绝, 虽然我里面穿着平脚内裤, 可是让我当着嫂子的面脱裤子, 我怎么好意思? 唐嫂责怪的看了我一眼, 说,快点脱了, 跟我还这么客气, 嫂子是过来人, 什么没见过。 她不由分说的, 把我的裤子扯了下去, 然后目不斜视的给我清洗伤口, 仔细上的把药上好。 唐嫂离我很近, 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让人闻着会很舒心, 而且她身子压得很低, 我能从睡衣的领口 看见很多不该看的东西, 渐渐的我有点脸红了, 因为身体起了反应, 可唐嫂却像是没察觉似的, 认真的帮我把药上完, 在我大腿跟上拍了一下, 药上好了, 明天就能好得差不多了, 注意别沾水, 不然感染就麻烦了。 我一愣, 答应了一声, 然后赶紧用裤子盖住。 唐嫂白了我一眼, 说, 别遮了, 那么敏感干什么? 我尴尬的一笑, 没好意思再解释什么。 唐嫂抿着嘴怪笑, 过了会, 说满屋子都是药味, 然后就跑进浴室洗澡了。 不多一会, 唐嫂就披着浴袍, 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 走了出来, 说, 你身上也有味, 很重, 去里面擦擦身子吧。 我满脑子都是唐嫂, 心不在焉地答应一声, 就溜进了浴室。 我弄了一条湿毛巾, 然后擦拭着自己健壮的身体, 我叹了口气, 就在我准备出去的时候, 突然瞟见墙壁镜的一段, 挂着一条女士的豹纹三角裤, 那一定是唐嫂的。 我鬼使神差的把三角裤拿了下来, 闻了一下, 香气扑鼻, 应该是洗过的。 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些画面, 我控制不住地开始了行动。 唐嫂突然在外面拍了拍门, 说,墙子还没好吗? 他这一喊不要紧, 我直接吓得一机灵, 出了岔子。 啊, 马上就好, 我赶紧答应一声, 把三角裤又挂了回去。 轻轻推开门, 嫂子就站在门外看着我, 笑着说, 怎么这么慢, 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 我心里有鬼, 被吓得不轻, 赶紧找理由搪塞过去。 我出去夜跑了一圈, 回了唐嫂的家里的时候, 唐嫂还没有睡觉, 正在收拾着卫生。 他把一头长发 简单地竖成了一个马尾便, 露出一整张漂亮的脸带, 穿着紧身的白色半袖, 蓝色的牛仔短裙, 跪在地上使劲地擦着地板, 浑圆的臀部挺翘着, 一前一后大幅度地颤动着, 很掩人注目。 因为唐嫂是背着我, 所以并没有发现我。 他的两条纤细眉腿上, 裹着黑色的丝袜, 在大腿根上居然破开了一个洞, 虽然动不大, 但是白皙的皮肤露在外面, 造成的视觉冲击还是很强的。 我默默地欣赏了一会, 才干渴了一声。 唐嫂听见声音, 立刻回头, 看见是我就马上站了起来, 强在, 出去跑步了。 我点了点头头, 说出去跑了一圈, 昨天也没怎么睡, 有点累了。 啊, 这样啊, 那你快去睡觉吧, 一夜没睡肯定累了。 唐嫂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绝美的翘脸上, 绽放出柔和的笑容, 我把地板擦完, 就回店里睡觉了。 我正打算回房间睡觉, 却突然想起了二叔的话, 假如唐嫂真的出轨了, 两个人不在家里优惠, 那地点很有可能就是在店里。 想到这里, 我的睡意全无, 摇头说, 不用了, 嫂子, 一会我跟你一块去店里吧, 明天正好帮你忙活忙活。 啊, 不用不用, 你一夜没睡了, 快去休息吧。 唐嫂似乎有些慌乱, 摇头笑道, 店也不大, 我一个人忙得过来。 没事, 去你店里看看, 这个时间也许还有客人光顾。 唐嫂越是不让我去, 我就越是怀疑。 那好吧, 等我擦完, 唐嫂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继续工作。 一个好看的人, 不管做什么, 都是美丽的, 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唐嫂身上特别合适。 像唐嫂这样的女人, 即便是结过婚, 死过男人, 身边也绝对不会缺少追求者。 很快, 唐嫂就忙完了, 我们把门锁好, 然后骑着电动车去了店里。 唐嫂的两元店开在一个很热闹的街上, 门是房, 虽然不大, 不过地段好, 所以即便是晚上开了门以后, 顾客也有很多。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店里的顾客虽然不少, 但是却没几个女的, 大多是男人, 而且这些男人进来转悠半天, 眼睛一直在唐嫂的身上打转, 很多都什么都不埋, 然后再离开。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 并且旁敲侧击地告诉了唐嫂, 唐嫂眯着狭长的眼睛笑了, 有点无奈地说, 这是男人的天性, 一个死了男人的漂亮寡妇, 谁不眼馋? 他们背地里很多人说我是风骚惊, 其实是他们自己一言的, 只是人仰可畏呀。 我也叹了口气, 理解地点了点头, 说所以二叔让我过来帮忙, 也是害怕你被他们给欺负了, 少来了, 你二叔是怕我偷汉子吧? 唐嫂翻了个好看的白眼, 居然把灵口往下拉了拉, 让迷人的沟壑更加清晰, 无所谓了, 让他们看去呗, 怎么看也吃不着, 馋得流口水, 咯咯, 唐嫂眉笑起来, 我也跟着尴尬地笑了笑, 心想着结过婚的女人果然不一样, 要比小女孩开放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走了进来, 一下就被唐嫂给吸引住了, 呆呆地看着唐嫂, 我顿时不满地干渴一声, 在旁边冷漠地说, 你看什么呢? 那小子被我吓了一跳, 随便买了一把水果刀, 灰溜溜地跑了, 唐嫂坐在椅子上, 翘起了二郎腿, 咯咯地笑着说, 强仔, 你把人家都吓坏了, 我看你要是在这待一个星期, 我的顾客就要少一大半, 人家还以为你是我男人呢, 唐嫂的玩笑话, 把我逗得脸红了, 她见我如此, 笑得更厉害了, 很快, 我们就把两元店关了门, 各自找到了地方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正常营业, 只是都无精打采, 来人也不想多看一眼, 到了中午, 唐嫂把店门关上, 自己去做饭菜, 让我在床上躺着休息, 我的眼睛转了一圈, 最后, 目光落在了床头柜上, 我把柜子翻了一遍, 除了一些日用品外, 再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床上, 刚一坐下, 就感觉床单下面有东西, 可着了我的屁股, 我纳闷的掀开床单, 就看见一条被撕扯的不像样的白色丝袜, 旁边还摆着一把药片, 已经被人吃了几片, 我刚拿起来, 就看到了妈父龙三个字, 我没吃过猪肉,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常识, 我自然知道妈父龙是紧急避孕药的一种, 看到这药片和丝袜, 再联想到之前在家里, 那双皮鞋和男士内裤, 这还不能说明唐嫂偷人了吗? 他一个人搞, 就算会把丝袜撕破, 怎么也用不着吃避孕药吧? 瞬间, 我心中充满了被欺骗的感觉, 我恨不得拿着这几样东西, 立刻去找唐嫂问究竟, 但是我没有那么做, 我现在去问, 谁知道他会找什么借口, 以后他只会更小心, 考虑了一番, 我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等我把他和肩夫一块抓住, 看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强仔, 吃饭了, 这个时候, 唐嫂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我赶紧把东西放回去, 床也恢复原样, 答应了一声, 笑容满面地走了出去, 唐嫂做了一锅米饭, 又随便地炒了几个小菜, 但我心里有事, 吃什么都如铜嚼了, 唐嫂却突然问, 我的豹纹三角裤头, 是不是你动过? 啊, 没有啊, 我瞪大了眼睛, 硬着头皮装傻, 唐嫂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给我加了一块瘦肉, 像是自言自语一样地说, 我刚洗好的三角裤, 又脏了, 上面黏糊糊的, 好像洗发水, 我当然知道上面是什么东西, 不过我不确定唐嫂究竟有没有察觉, 只能跟着说, 脏了就扔了吧, 扔了多可惜, 我已经穿上了, 洗发水又不脏, 唐嫂吃了一块土豆, 不紧不慢地说道, 而她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却让我彻底震撼了, 那条鲍纹三角裤上的东西, 我很清楚是什么, 因为那就是我留下的, 而现在唐嫂已经穿上了, 我这么一想, 我瞬间有一种头皮发炸的兴奋感, 好在唐嫂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结, 我也赶紧调整好了情绪, 现在唐嫂跟其他男人有染, 基本上可以算是摆上钉钉了, 最大的问题是, 我没有证据, 下午陪唐嫂待了一会,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于是我找上了唐嫂, 说, 嫂子, 我找了个临时的夜班上, 今晚就去试试, 下午就不陪你了, 唐嫂一愣, 随后明显有点高兴的样子, 递给我一把备用钥匙, 行, 在这太吵了, 你回家去睡吧, 我点了点头, 拿着钥匙就离开了, 我也是真的困了, 回到家以后, 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晚上六点多, 我醒了过来, 唐嫂也回来了, 她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看了我一眼, 强仔, 你今晚不是要去上夜班吗? 还不去吗?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下, 勉强地笑着, 说, 我这就该去了, 嫂子, 那我先走了, 唐嫂把我送到门口, 笑着说, 路上车多, 注意安全, 我一路坐着公交来到了大学, 不过, 我只是来消磨时间, 等到了晚上, 再回家来一个突然袭击, 看看会不会抓住唐嫂的肩负, 我穿着便装,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 除了身体格外的强壮之外, 倒是跟那些大学生没什么差别,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九点半, 我一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立刻往唐嫂家赶, 等我到达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周围的民居很多都已经熄灯了, 所以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离得老远, 我看见唐嫂家的客厅灯还是亮着的, 这让我更加确定, 自己的怀疑绝对没有错, 唐嫂家的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沃尔沃, 因为天黑, 车牌已经看不清楚了, 大门已经被插上了, 我伸手利落的从围墙翻进了院子里, 走到房门前, 偷听里面的动静, 里面的声音很杂乱, 似乎是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情急之下, 我只能用老办法踩着鞋柜从上面的窗户, 从客厅里偷窥, 我小心翼翼的爬了上去, 往里面一看, 顿时就惊呆了, 我看见一个长着落腮糊的男人, 从身后抱住了唐嫂, 唐嫂的面色潮红, 上衣已经被脱掉, 只剩下一件吊带歪歪扭扭地挂在身上, 我正要拿手机拍照当做证据, 但是我却发现唐嫂的眼角都是泪水, 还在拼命地挣扎着, 我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哪里顾得上拍照片, 直接跳了下来, 搬起鞋柜抡了一下, 直接把门给砸开了, 那男人吓了一跳, 赶紧放开唐嫂, 静直向我冲了过来, 兔崽子, 你敢坏我好事, 我看准他的鼻梁骨, 上去就是一技重拳, 把他打得捂着鼻子嗷嗷地叫, 心灵地往外面跑, 再看唐嫂, 她的脸还身上的皮肤都是粉红色的, 滚烫滚烫的, 有些茫然地看着我, 东, 强子是强子吗? 我赶紧跑了过去, 把外衣披在了唐嫂身上, 关切地说, 是我, 嫂子你别怕, 我是强子, 看着唐嫂这么害怕的模样, 我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个臭死, 早知道就不玩这个花样了, 多亏我回来得及时, 否则, 唐嫂就要被那个落腮虎给糟蹋了, 或许唐嫂在外面却是有其他男人, 但至少可以肯定, 绝不是这个落腮虎大汉, 过了好一会, 唐嫂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漂亮的大眼睛又红又肿,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说, 强子, 你刚才是不是打她了? 我挥了挥拳头, 恶狠狠地说, 对, 狠揍了她一拳, 她跑得太快了, 不然我今天扒她一层皮, 再送去公安局, 唐嫂深深地叹了口气, 说, 你不该动手打她的, 强子,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我这里你待不下去了, 嫂子, 你这是啥意思? 我皱眉看着唐嫂, 亦是有些搞不清楚她的用意, 唐嫂用卫生纸擦了擦眼角, 低声说, 那个人叫刘三, 是我们这有名的痞子, 你今天打了她, 她肯定会报复回来, 嫂子不想害了你, 我正是一腔热血的年纪, 听了嫂子的话直接就怒了, 她还翻了天了, 没有枉法了, 我就在这里等她, 看她能把我怎么样, 唐嫂摇头叹气, 说, 你还是太天真了, 她在这里横行霸道, 欺男霸女, 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大姑娘小媳妇, 却从来没出过事, 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我的脸色逐渐严肃起来, 说, 因为她的背景太厉害了, 没人敢招惹, 嫂子却摇了摇头, 说, 刘三没什么厉害的背景, 但这样的地痞无赖,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受害者为了以后继续安稳的生活, 都不愿意招惹她, 宁可吃个哑巴龟, 我一听就更火了, 狠狠的一拍桌子, 直接破口大骂, 我就不信这个血, 她敢招惹到我的头上, 我就为民除害, 嫂子一脸的愁容, 低声说, 你不明白, 像刘三这样的人, 他不讲什么规矩, 你跟他都一定会吃大亏的, 你别说了嫂子, 我不走, 我坚定的摇了摇头, 说, 就算我走了, 你的家, 你的店还在这里, 他已经盯上你了, 怎么办? 唐嫂长长的叹了口气, 凄凉的一笑, 说, 我一个没了男人的寡妇, 她图的也就是我的身子, 大不了就给了她, 身后也算多了个撑腰的, 唐嫂的话让我一阵火大, 给那个王八蛋还不如给我呢, 当然, 这话是我在心里说的, 我脸上满是坚定, 说, 我给你撑腰, 然后, 我就气呼呼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很显然, 唐嫂很害怕那个刘三, 宁愿委屈求全, 也不想让我跟她对着干, 但我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唐嫂, 沦为那个刘三的玩物, 不管是为了死去的唐哥, 还是为了我自己, 不过, 我并没有蠢到要跟这种地痞流氓, 针尖对卖盲的对着干, 太不值得, 我觉得对付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送进监狱, 牢底坐穿, 既然唐嫂说刘三在这里欺男霸女很久了, 必然会有很多受害者, 而我只要找到这些受害者, 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联名去举报刘三, 就凭现在打黑除恶的力度, 刘三这个大牢必走无疑, 于是, 接下来的几天, 我除了在店里给唐嫂帮忙外, 也开始在这一边地区明察安放, 只不过, 效率实在有限, 而在调查的过程中, 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这些平民百姓对刘三这个痞子的畏惧, 已经到了骨子里, 不管是在早餐店, 还是夜市, 又或者是在菜市场, 只要我提起刘三, 所有人都是谈虎色变, 根本不愿意多说一句, 而在某一天晚上, 几声清脆的破碎声, 把我和唐嫂从梦中惊醒, 我们赶紧穿好了衣服跑了出去, 结果就看见家里唯一的电动车, 被砸得破破烂烂, 明显已经不能上路了, 刘三, 我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个名字, 除了她之外, 没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是她的威胁, 警告, 不过, 刘三这样的警告, 只会让我更加坚定扳倒她的念头, 刘三干的, 是她, 唐嫂的情绪却突然崩溃, 直接哭喊起来, 你看看, 我就说你不要惹她, 现在怎么办, 她已经把你盯上了, 看着情绪激动的唐嫂, 我赶紧拍拍她的肩膀, 想要安慰她一下, 唐嫂却倔强地推开我, 泪水瞬间夺框而出, 嫂子, 你别哭了, 你放心, 我一定让这个王八蛋付出代价, 我结实的手臂直接把唐嫂搂进怀里, 而唐嫂在短暂的身体僵硬后, 也顺势靠近我的怀里, 嚎啕大哭, 哭出了所有的心酸无助委屈, 一个漂亮的寡妇, 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开心心地活下去, 实在是太难了, 唐嫂哭了很久, 不时的还要咒骂唐哥那个狠心的王八蛋, 我也只能抱以苦笑, 不过这样的唐嫂无疑更有血有肉, 更有女人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唐嫂的哭声才停了下来, 她抽气了几声, 说, 强仔, 你在调查刘三的事, 我自然不会隐瞒唐嫂, 直接点头说, 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 只能想尽一切办法, 让她后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待着, 唐嫂神色复杂地望着我, 说, 你得罪了她离开这里就行了, 为什么要冒险, 烫这趟浑水呢? 我摆了摆手, 坚定地说, 嫂子, 你不用劝了, 有种她就弄死我, 不然, 我一定会把她送进监狱里去, 唐嫂认真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才缓缓点头, 说, 好, 那嫂子就不劝你了, 她坐在了我旁边, 轻轻拍拍我的大腿, 说, 我给你一个地址, 明天你去看看, 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唐嫂想了想, 走起身进了卧室, 不一会儿, 从里面拿出了一套男士西装, 我有些疑惑, 嫂子, 你这是, 唐嫂展颜一笑, 说, 这是给你唐哥买的, 不过她一次都没穿过, 人靠衣裳, 或靠装潢, 穿得像样点, 说话别人也净三分, 第二天早上, 我就换上了西装, 唐嫂愣愣地看着我, 眼睛一点点红了起来, 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唐哥, 轻轻抱了抱她, 然后就出了门, 按照唐嫂给的地址, 我来到了一处小院子, 轻轻拍了拍大门, 不一会儿,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开了门, 纳闷地看着我, 你找谁, 我咧嘴一笑, 说, 大娘, 我想跟你谈谈刘三这个人, 老大娘的脸色一变, 就要把我关在门外, 着急地说, 你别说了, 我不想谈这个, 看着自己板正的西装, 我立刻集中生智, 赶紧说, 大娘, 我是一名律师, 我现在正在搜集证据, 制裁刘三这个泼皮恶霸, 老大娘愣了愣, 狐疑地打量着我, 问, 你是律师? 我立刻有些心虚,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点头, 笑着说, 对, 不用担心, 我不要律师费, 就是想做点好事, 你进来吧, 大娘给我让出了一条路, 我慢慢走了进去, 院子不大, 但是收拾得很干净, 三间小平房看起来有些陈旧, 我跟在大娘身后走进屋子里, 正对面, 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个中年男人的照片, 我呼吸一致, 奇怪地问, 他是, 他就是我苦命的儿子, 被刘三给害死了, 大娘突然泪如泉涌, 坐在地上哀嚎起来,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让他坐在椅子上, 然后他就给我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年前, 他儿子离婚后有一季末, 在网上认识了个女人, 两个人见面后就去酒店开房, 却不想遭遇了仙人跳, 而仙人跳的背后, 就是刘三在从中作梗, 因为他儿子拿不出钱, 刘三干脆就把照片传遍了大街小巷, 张贴的到处都是, 大娘的儿子受不了别人的白眼, 最终在家里服毒自杀, 结束了自己不到四十岁的生命, 看着老泪纵横的大娘, 我心里倍感沉重, 如果说开始想扳倒刘三, 只是因为他把脏手伸向了唐嫂, 那么现在, 我就是想为民除害, 律师啊, 你要是能把那个畜生送进大牢, 老婆子我, 我感激你一辈子, 大娘说着就跪在了我面前, 磕头就拜, 我赶紧把大娘掺起来, 心里无味杂陈, 差点就把自己是个假律师的事脱口而出, 我缓了缓情绪, 安慰着大娘, 说大娘您不用这样, 放心, 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只不过, 想把刘三送进大牢还需要证据, 最好是证人越多越好, 我重新把大娘按在椅子上, 说刘三肯定祸害过不少人, 咱们要是把这些人都联合起来, 一起去报官, 这姓刘的不死也要八层皮, 我一脸苦笑的摇了摇头, 说, 但是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没人愿意跟我聊天, 更没人愿意跟我说刘三的事, 大娘擦了擦眼泪, 说, 你也别怪他们, 都是怕你刘三那个祸害给熊怕了, 谁家有好看的小女都得提防, 他看了我一眼, 说, 怎么称呼你, 我礼貌的笑了笑, 说, 我叫王家强, 王律师, 你要是能信着我, 这个事就交给我老婆子吧, 大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说, 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了, 人我都认识, 现在有王律师给我们做主, 我就能把他们都联合起来, 看着大娘信任的眼神, 我心虚的不行, 但是事已至此, 我也没了退路, 不过, 只要所有受害者联合起来, 就不担心颁不到这个祸害, 很快, 大娘就找到了二十几个曾经被刘三强刑霸占过的女人, 只不过他们都羞于表达, 不愿意跟我去报官, 或许是因为跟死了儿子的大娘比起来, 他们受到的伤害根本微不足道, 所以, 他们都不愿意招惹刘三, 更不愿意提起从前的往事, 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名声, 不管古代还是现代, 女人都比男人更爱惜自己的名节, 的说到底, 这也是许多猥亵惯犯肆无忌惮的原因, 面对一群有说有笑, 有言不尽的女人, 我只感觉一阵无力, 大娘突然就跪了下去, 一个头接一个头地磕在地上, 苦苦哀求着, 姑娘们, 你们都知道, 儿子被刘三给害死了, 我求求你们都说句实话, 现在有王律师给我们撑腰, 我们不用怕了, 我给你们磕头了, 磕头了, 不把那个畜生送去吃牢饭, 老婆子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珠子, 一群女人面面相亏, 谁都没有先开口, 我也狠了狠心, 没有说话, 如果大娘这样做都没用, 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就在这时, 大门被推开了, 一个高挑的身影走了进来, 于大娘, 我跟你一块去, 五天前的晚上, 刘三闯进我家里强暴我, 现在我家里还都是他的指纹, 听着熟悉的声音, 我转过脸看去, 就看见一脸冰冷的唐嫂走了进来, 她扫视着那些女人, 用鄙夷的口气说, 有人帮着出头还不敢吭声, 就活该一辈子被欺负, 我可不想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我也学着唐嫂的模样, 面无表情的说道, 忍气吞声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三这样的人不收拾, 将来被害的可能就是你们的妹妹, 甚至是你们的女儿, 行了, 王律师你别说了, 人群中一个女人站了出来, 高声说, 刘三那个畜生他就该死, 我家住, 有一个人家住进来, 随后这二十多人也都群情激愤的, 开始控诉刘三的恶劣罪行, 谢谢, 谢谢你们, 最激动的还要属于大娘, 他终于可以把害死他儿子的恶人, 亲手送进大牢了, 我则笑看了一眼唐嫂, 如果没有他不惜自无名声这剂猛药, 可能这些女人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惩治恶徒刘三, 就这样, 一只浩浩荡荡的女子告状大队成立了, 官方很快立案调查, 正在因为证据不足, 一筹莫展的时候, 情况出现了变化, 一个老汉实名举报刘三, 把炸了他的土地三年, 一分钱都没得, 随后更多的人开始实名举报刘三, 拐卖儿童, 弃压商铺, 收保护费, 商人制残等等罪名, 这些东西全部查有实证, 铁证如山, 据说刘三是在嫖娼的时候, 直接被警察逮捕, 捉拿归案, 整整三天, 附近的几条街道都能听见有人放鞭炮的声音, 而我这个冒牌律师虽然被揭穿了, 可没有一个人责怪我, 甚至纷纷劝我好好学习法律知识, 如果有可能真的去做一名律师, 因为我有正义感, 我给二叔打去了电话, 说明原有, 并且以自己的脑袋担保, 唐嫂是无辜的, 并没有外心, 二叔没有过多的表述, 只是在电话里说了一句, 我跟唐嫂的关系让我自己看着办, 看着办, 信息量非常巨大,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一边刻苦学习知识, 打算将来考点什么, 一边帮唐嫂照顾这两元店, 至于未来, 就像二叔说的那样, 我会看着办, 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 和我们一起探索无穷的灵感故事, 别忘了点赞, 分享和订阅, 让我们的灵感传遍整个盒子, 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